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 我们追思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纪念那场伟大胜利 那些英勇善战的军人 更是让我们无法忘怀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人民的王牌军 就在1925年秋的一天 黄埔军校的校长势力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校长蒋介石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 蒋介石坚持国共已经合作 中共不必再有武装 周恩来则坚定的回答 国民党已经有了几个军了 中共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团呢 这太不公平了 我就是要把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 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独立团 蒋介石最终点头同意了 然而就是这个决定 让蒋介石追悔莫及 后来他调百万之兵 也没能扑灭这革命的火种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五十四军的前身之一 液体独立团 1924年11月 黄埔军校成立了一支 大元帅服铁甲车盾 它的出现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支铁甲军的番号是孙中山给起的 以护鹿为名组建而成 它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共党员 经费和武器由中共方面自筹 并且都直接受周恩来等人的领导 那么什么是铁甲车队呢 所谓铁甲车就是在当时的火车头上 外加铁甲包裹 后面拖着五节铁车厢 各车厢均为铁甲包裹 车厢的两侧 看有多处不同大小的射击口 车厢内的士兵可站立或蹲着射击 车的正中间顶端 设有可旋转的炮塔 上面装备了一瓶机关枪 铁甲车队成立后 实行了很多新的规章制度 他们接受现代化的训练 实行每日三操两桨制度 即每天早中晚各进行一次训练 包括射击 头戴 刺杀 搏击等内容 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的政治思想教育 平时铁甲车停放在广州大沙头火车站 欲有情况 可随时驰骋于广州至九龙韶关的铁道线上执行任务 实际上大元赛府有自己的警卫部队 铁甲车队 只是名义上挂合在大元赛府里 决定筹建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军队 1925年11月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赵庆宣布壮丽 在周恩来的筹刀下铁甲车队人员作为主要兵力之一被编入独立团 由叶挺担任团队人数 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北伐战争时期 团长叶挺率领独立团屡立战功 在最激烈的武昌战争中 吴佩孚凭借长江天险和武昌的高强胜攻 调集全部力量 加注防御攻势 策划固守武汉三镇 抵抗北伐军 1926年9月1日 北伐军劲敌武昌城下包围了该城 三日和五日发起两次攻城战斗军无战夺 第二次攻城战斗时 液挺独立团加入攻城部队 先是组织了奋勇队 以一营兵力冒着炮火前到城脚 架起了几具云梯奋内攀登 敌军居高临下 以猛烈的火力扫射 独立团第一营官兵 文藩强攻 虽死伤惨重 但士气高昂